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谢谢您的恩典 给我们这段的时间 主 我们再一次 主 来寻求主您话语里面 对我们的教导 祝主 您开我们的心窍 主 保守我们 主 给我们体力 给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心 主 来领受从主您而来 美好的真理 主 教我们知道怎么样 在今天的世代能够站立的稳 主 为主 您做见证 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 我们的智力也有限 靠着主 圣灵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开启我们的心窍 主 教我们能够大大的张口 是的 主 我们这是可慕 主 你所赐的灵奶 尤其在这末后的世代 我们更需要从主您而来的智慧 面对这世界许多的变化 叫我们能够懂得分辨 哪些是真理 哪些是谬误 也叫我们因此能够 就是站立的稳 并且互相的来帮扶 主 我们就是知道 在这末后的世代 我们必须要谨慎 自首 警醒 祷告 主 帮助我们 谢谢恩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报告圣灵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一章 主要是三节到十三节 我们上一次看了第一节 跟第二节 那今天要看的这一段 其实是讲到两个见证人 那这两个见证人呢 是在三节到四节那里 讲到说 主要使他的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到一千两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立在那世界之主面前的 那在我们看下去之前 很快的复习一下 第一节跟第二节说了什么 我们上一次看第十章 然后十一章的前两节的时候 我们归纳的基本真理 是讲到上帝借着众先知 所宣告的审判和拯救 终必在他所定的日子临到 那么归纳的第一个属灵原则 就是借着众先知 宣告审判跟拯救信息的神 就是掌管时空的神 他所说的必要应验 第二点就是讲到 上帝所宣告的信息 既有安慰与拯救的甘甜 也有审判与刑罚的痛苦 那这在先知书里面 就是特别的鲜明 这样的一个对比 那第三个主题 在遭难的日子 我们的神必然保护他的百姓 不至于失去救恩 在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讲到梁圣殿 梁圣殿 就是传递这个信息 那很快的看一下 我们现在查到哪里了 我们现在看到第十一章 我们现在是在看第十五课 之后呢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就十六课 十七课 十八课 是第三个插曲 第三个插曲 看完以后 我们七印七号七晚 基本上就cover 一个段落了 就看完了 那接下去就看 对巴比伦的审判 对兽的审判 对撒旦的审判 然后新天新地了 好 所以前面七印七号七晚 主要是在讲灾难 那在这一段的时间呢 约翰的描述 他那个镜头呢 一下是在天上 一下是在地上 好像是在天上的时候 就是描述宝座前 发生的事情 那描述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会描述 那在地上同时发生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心里面 有一个印象 他这样子一下镜头在天上 一下在地上 他并不是在描述 什么事情先发生 什么事情后发生 那这些事情同时在发生 只是他的描述 一定是有一个次序 他没有办法 同时讲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么前面第一节 第二节告诉我们说 有一根围子赐给约翰 有一根围子赐给我 当作良度的帐 且有话说起来 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凉一凉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 不用凉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 42个月 这是我们上一次查的 讲到要保守神的百姓 好 接下来 今天要查的经文 讲到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到1260日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面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 避色不下雨 又有权柄 叫水变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事件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 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窥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 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 过了这三年半 有生气 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 两位先知听见 有大声音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 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好 那十一章 不论是前面的衡量也好 后面我们读到的 这两位见证人 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 在学者们的解读上面 就有不同的approach 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式 以至于就有不同的派别 那有一些人认为 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称他们为已过派 有的学者认为 这些事情 就是要在主再来之前 才会发生 这些我们称为未来派 未来派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就是时代派 那另外越来越多的学者 在现代的学者 就认为恐怕这里所讲的 是正在发生 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他们就被称为是综合派 那他们对于良神的殿的解释 就是神保守历史 历代信徒的灵命 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 这个启示录 从第六章到第十六章 中间所描述的这些的事情 是指向历史历代的教会 那所以对于殿外的院子 圣城被践踏42个月 他们是解释 就是历史历代信徒受逼迫 甚至性命受害 42个月象征整个教会时期 那在这上面还是有学者 就是说即使在综合派里面 这也不是说大家都完全同意 在细节上不是说完全同意 那关于殿外的院子 是指离教反道的以色列人 还是离教反道的离道反教的教会 还是指基督徒等等 有不同的派别 那我们上次提过了 我们这一次继续查下去 我们就不再重复 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 传到1260天 新一本翻的就更接近原文 新一本翻成我要赐能力 给我那两个穿着麻衣的见证人 其实这里应该是翻成麻衣 才是比较正确的了 那我要赐能力给我那两个 穿着麻衣的见证人 他们要传到1260天 然后呢就解释这两个见证人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好那这两个见证人 在经文里面已经有解释 是两个灯台 那灯台在新约里面 一般就是指教会 一般就是指基督徒或者教会 绝书在登山宝训里面 也讲说人点灯 没有放在斗底下 放在灯台上面的 要照亮整个城 那所以呢他告诉我们是世上的光 是世上的光 所以灯台往往是指着教会 这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这里讲两个灯台 而这里两个灯台很特别的就是 在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 那么其实在旧约 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提到 那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二节 那里讲到的灯台 他说论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适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那这就很明显了 灯台在启示录里面 往往是指着基督的教会 那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呢 因为教会领受了预言的恩赐跟职认 所以这为什么说这两个见证人 是指教会呢 因为对这两个见证人的描述 跟对教会的描述 是非常的类似的 第一个呢 教会领受了预言跟 预言的恩赐跟职认 预言的恩赐跟职认 第二个呢 这个受战争的对象 他争战的对象就是圣民 就是基督徒 那这跟先知但以理看到的意象一样 他说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争战 胜了他们 所以好像启示录第十一章这里的经文 他有一个背景 好像先知但以理在七章二十一节的记载那里 他已经看到了 他看到了同样的 就是这个教会或者说神的百姓 与抵挡神的势力呢 争战 第三个方面呢 第九节到十三节描述各国各民的人都要看见 看见什么呢 看见两个见证人被杀 就表示说各国各民的人都要看见普世教会遭到迫害 那第四个他们传道的时间跟圣城遭见他的时间是一样的 就是三年半的时间 三年半的时间 所以这些的描述就其他经文的描述让我们比较有把握了 就是解释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应该就是指普世教会 普世教会 那他们所穿的毛衣其实应该是麻衣了 是有什么象征性吗 有的 是表明他们的宣告是为罪忧伤并且悔改于审判的道 就是传悔改于赦罪的道 那 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一个传统 像尼西米 他记载说 这约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 身穿麻衣投门灰尘 就是一个聚集为自己的 为自己跟祖先的罪悔改 那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离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底下这一段的经文 是约拿 约拿书三章六节开始 他这么说 这信息就是约拿到尼尼维去传福音的时候 这信息传到尼尼维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 披上麻布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变告尼尼维通诚说 王和大臣有令 人不可尝什么 牲畜牛羊不可吃草 也不可喝水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 就是禁食悔改 祷告 人要窃窃求告神 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这就是好像代表整个亚树的悔改 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 不止一次讲到从西埃及 从东亚树都有人要来到西安山 跟以色列人一同敬拜神 这个给我们好像看到一点的迹象 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人 他们也会悔改 那么在耶尔书里面讲到祭司 你们当妖术麻布痛哭 伺候祭坛的 你们要哀嚎 侍奉我神的 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 所以这披上麻布 都是一种的 来到神的面前 为自己 这个也为自己 为到国家民族 一种的哀痛 一种的悔改 那启示录六章那里 讲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 变黑像麻布 满月变红像雪 就把审判的那一种的气氛带出来了 就把审判的气氛带出来 好 那么这个两棵橄榄树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是象征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撒加利亚 旧约的背景 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说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 顶上有灯盏 灯台上有七盏灯 每一盏有七个管子 那你灯台 我们刚才讲过是象征教会 象征末世的教会 就是说绝书来了以后 所设立的教会 那他接下来 进一步的说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一棵在灯栈的右边 一棵在灯栈的左边 那这个橄榄树是做什么的呢 那橄榄树 橄榄油流到灯栈里面 橄榄油流到灯栈里面 那流到灯栈里面 他所要 沟通的信息是什么呢 他要communicate 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在第六节就说明白了 他对我说这是 耶和华指示索罗巴伯的 万君子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就是从这个橄榄油这个意象 流到这个灯里面这个意象呢 就是显明说 能力必须要从神而来 所以萨加利亚接着说 我又问天使说 这增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 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是两个受高者 那是当然就指约书亚跟索罗巴伯了 那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 索罗巴伯呢 是这个省长 就是代表君王的一个位置 那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就是受高者要领受能力 都要从主而来 不是靠血气 不是靠血气 好 启示录四章五节那里 再一次讲到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所以一定是从神而来的能力 所以那这个两个灯台 两棵橄榄树 是要告诉我们说 这两个见证人的能力 是从圣灵而来的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认定了 这两个见证人是代表普世教会 那教会的能力就是从圣灵而来的 离开神教会是没有能力的 是没有能力的 好 那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 为什么不是一个见证人 或者一群见证人 可能呢 他有这样的典故 因为他们是见证人 那生命纪里面说 人无论犯什么罪 做什么恶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 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才可定案 才可定案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 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 主耶稣面对被众人带到他面前 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 那他们要主耶稣来定案 那当然至少要有两个做见证 那么那些人众口同声的 都在做见证 所以主耶稣就要他们 没有罪的先动手 就没有人敢动手 所以就让人质疑 质疑他们的见证 好 那么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 讲到这事以后 主又设立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 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 各层各地方去 那这些人被差派出去 是为主做见证 见证说弥撒亚已经来了 我们所盼望的拯救者已经来了 所以要悔改归向神 那在主的这种计划里面 是两个两个的 所以一方面见证人需要两三个人 那么主做法 他就是裁派他的门 就是两个两个出去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约翰所看到的意象 是两个见证人来代表普世的教会 那对于这个时候的教会 有些什么描述呢 第五节说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闭塞不下雨 怎么变成不上雨 不下雨又有权柄 叫水变成血 在这里我们读到这两节的背景 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 他们又有权柄叫天闭塞不下 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等等 明显的是指以利亚跟摩西 因为这些的描述 在旧约里面 就是用在以利亚身上 跟摩西的身上 譬如说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 我们读《列王记》下 第一章的时候就读到以利亚 回答说我若是神人 又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亚哈猜人要来抓以利亚 但是神就保护以利亚 所以以利亚回答他们 天上就有能力降下来 或者就有火降下来 把他们烧灭 第二个叫天闭塞不下雨 也是在以利亚的身上 激烈激居的提示彼人 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 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启示这几年 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 不下雨 那么至于说 叫水变成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灾烟攻击世界 是指谁呢 在出埃及记 约耶和华小域摩西 说你对亚伦说 把你的葬 生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 就是在他们的江河 十堂以上 叫水都变成血 在埃及遍地 无论在木器中 石器中 都必有血 这也是摩西所行的神迹 继续的 他说 耶和华小域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 等等 这个又重复了一次 好 那么 在这里我们看到 神借着旧约先知 宣告神的审判 跟悔改赦罪的恩典 不论是摩西也好 以利亚也好 众先知也好 他们宣告神的审判 跟悔改赦罪的恩典 所以神也借着教会 来宣告神审判 跟悔改赦罪的恩典 这是同样的执事 同样的ministry 同样的执事 如果两个见证人 是预表历世历代 被圣灵充满 为主发光的教会 传悔改与赦罪的道 那么第五节 第六节里面 所描述的 不论是叫火 从天上降下来也好 变水为血也好 叫天不下雨也好 这第五节 第六节所描述的 可能是表彰教会 什么能力跟权柄 是怎么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些背景 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 以利亚说 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 不下雨 那么在雅各书里面 雅各也有讲到这件事情 没关系 他说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若有诗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 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角 教会的权柄 能够叫人得救 那么在绝书 对彼得所说的话 关于教会的权柄的 这里就看得更清楚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 或者所禁止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 或者允许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所以我们在地上禁止的 在天上也要禁止 我们在地上允许的 在天上也要允许 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 那关于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 是象征教会什么能力呢 先知讲到说 所以耶和华万君之神如此说 所以因为百姓说这话 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 使他们为财 这火便将他们烧灭 那这个是很难理解 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 先知以赛亚说 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仗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 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魔量的剑 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 从这两段经文 或许我们可以揣摩 就是火往往在西伯来传统里面 有两个主要的意思 一个就是熬炼 熬炼 精精要经过火的熬炼 才会成为精精 第二个是审判 那两个当然是有关系 这熬炼跟审判是有关系 因为审判就好像把杂质都给去掉了 不真的都烧掉了 不属神的都烧掉了 所以有火从我们口中出来 我想比较合理的解释 恐怕是指着我们所传讲的真道 真理有一个审判的能力 虽然最后的审判在神的手里 但是教会所传的这些的真道 成为一个审判的标准 就好像在诺亚的世代 诺亚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所以审判的时候 那些人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说 我不知道审判要来 我不知道我这样是得罪神的等等 所以教会传的真理 就好像火一样 烧灭仇敌有一种定罪 一个定罪的味道 一个定罪的味道 所以才会在前面讲到说 我在地上所禁止的 在天上也要禁止 或者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那这里是代表 在最后弥赛 弥赛他要用口中的脏 嘴里的气 都是描述他的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从创世 开始就描述 神的创造是以他的话语来创造 他说有就有命力 就力 他是用以话语来成就他的事情 所以他这里口中的脏 口里的嘴里的气 基本上也是讲到他的能力 那他的话语跟他的能力 又是分不开的 就分不开的 我们要如何正确的理解 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呢 在这一句话呢 造成我们 我相信有很多人 有很大的困扰了 那今天教会要用各样的灾殃 攻击世界嘛 这两个见证人 都指着普世的教会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 可以用灾殃来攻击世界呢 出埃及记七章五节这里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将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所以当年神降灾在埃及 是要叫埃及的人 认识到独有主耶和华 是掌管全地的主 埃及人所拜的那些偶像 都没有能力 都在耶和华神面前 都毫无能力 没有地位 因为他们是虚的 他们是假的 独一的真神 是以色列人的主耶和华 所以上帝降灾在埃及 其实是希望埃及人归向他 要他们知道他就是主 他就是主 所以呢 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其实他的意思 就是用各样的方式让人回转归向神 用各样的方式让人回转归向神 所以呢 我想请大家回去考虑这一个 思考这一个问题 我们下次可以讨论 或者在群主里面可以讨论 基督徒或者教会 是不是可以祷告求主 降灾在地上使人悔改 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教导 大家先回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 接着第七节到第十节 讲到两个见证人被杀 这段的叙述明显的反映出 弥赛亚受难的形象 所以应该是指向教会跟基督 一同受苦的呼召跟预言 我们来看这段的描述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力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 所以他们的遭遇 跟主的遭遇是类似的 是类似的 所以才会刚才讲到说 这里好像指向教会跟基督 一同受苦的呼召跟预言 那他做完见证的时候 换句话说 教会的时期都会告一个段落的 就像主耶稣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 他大祭司的祷告里面 他开口就讲到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就是要应验在弥赛亚身上的事情 主耶稣都一一的应验了 那么到了科西玛尼园 那里主的祷告就是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这里是主耶稣面对十字架 面对苦难 面对死亡 面对与神的分离 这样子的一个可怕的一个 这个未来的 前面要面对的 前面要面对的 那我们的主所走的路 教会也要面对 教会也要面对 被遗弃 在我们行完我们的使命 告一个段落 换句话说 神的审判要临到了 教会时期告一个段落 神的审判要临到前 教会要面对 好像是教会的死亡一样 好 那这个成了 在圣经里面 其他的地方 出来了几次 在创世纪里面 起初神创造天地 是就这样成了 这里的成了 意思就是finished complete it is complete 约翰福音 七章 十九章三十节那里 绝书长了 那书就说成了 it is done it is completed 是类似的 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在启示录十六章那里 也讲到有大声音 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 it is complete it is all done 做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他要对我说都成了 也是 这里是在讲一个完全 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complete 所以说 教会的使命完全的时候 换句话说 神指着教会要成就的事情 都成就了 不是说 我该做的事情 我做完了就是教会 已经任务完成 不是 是教会在地上 已经成就了神 指着教会 所要成就的一切事情 教会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里面 所要成就的事情 都成就了 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那接着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谷底坑里面上来一只兽 就把教会给灭了 在这之前 约翰没有提到过兽 这里之前 约翰也没有解释 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事者 所以可能是当时的人 都知道的一个 与基督徒敌对的 当然有人比较认为说 启示录是在60年代写的 就认为这是指尼路网 那有的人是觉得说是后来的 后来的那个盖萨 以牙也一下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但是更有可能的 我们觉得其实很有可能是 受到尼路很大的影响的 一种的社会的这种体制跟心态 不一定是指 a particular person 一个individual 当然很有可能是指一个individual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指一个individual 而是指一个权柄 这个权柄可能是有形 可能是无形的 所以受的形象在先知书里面 首先是来自于大尼里书 指四个先后统治耶路撒冷 跟犹太地的国度 巴比伦 波斯马代 希腊 也就是马其顿亚利撒拉帝国 跟罗马帝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里的受也很可能 就是指在地上掌权 逼迫教会的国度 在地上掌权 逼迫教会的国度 好 那我们记得 主耶书曾经提醒门徒 勉励我们 那些杀身体的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就不要怕这些兽 他只能杀我们的身体 不可能杀我们的灵魂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就是我们要敬畏神 因为只有神能够把我们的灵魂 撇在地狱里面 好 那么之后的十三章那里 他会开始讲到 寿 我们从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 十二十三十四 那三章我们 接下来要看的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例如说在十三章里 讲到他看到一个寿 从海中上来 那有赐给他说 夸大亵渎话的口 那寿就开口向神 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 并他的帐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有一段的时间 有一段的时间 这个势力要逼迫教会到一个地步 好像教会根本就抵挡不过这个势力 到了十七章那里 讲到兽要面对审判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 带我到旷野去 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着 骑在珠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脚 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你所看见的兽 先前有如今没有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沦 这个我们以后就会查到 但是这个兽在以后会有交代 在这里 他只是提到 预先提到 那个从无底坑上来 那个兽呢 要把这两个见证人给杀了 那兽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这两个见证人 如果是指教会 那教会被杀可能是指什么呢 教会被兽所杀 应该是指基督的教会 要被释上 那些与基督为敌的政权 逼迫到差不多灭绝一段的时间 逼迫到灭绝一段的时间 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教会 没有教会 那这在不同的时间 好像发生过了 在历史上 有没有一些的地方 教会被灭绝的呢 有的 有的 那么 其实呢 在中国的历史里面 曾经有宣教士 对吧 这个来中国传福音 很早的时候 东汉的时候 我就对不起 东汉的时候 就有福音传到中国 然后呢 一定传到中国 有人信的话 一定有建立教会的嘛 可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教会基本上是没有了 是没有了 可是呢 教会呢 等一下会讲到说 还会复活的嘛 好像就没有了 可是呢 还是会复活 好 那这两位见证人被杀的地点 很有意思 他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 那按灵意叫索多玛 是预表 这个城 堕落 败坏 就是这两个人做见证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堕落很败坏的地方 因为首先提到索多玛 这个地方是这样描述的 要和华说 索多玛和俄罗拉的罪恶甚重 声闻于我 描述他们罪恶极重 那按灵意叫埃及 是预表这个城呢 也逼迫圣徒 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 埃及人对希伯来人的逼迫 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所以教会被逼迫的地点 是在一个大城 是在这个大城里 那这个大城具备什么特性呢 第一个 他像索多玛一样 道德腐败 第二个 他像埃及一样 对圣徒有压迫跟奴役 第三个 那是好像就是主定十字架之处 代表是主被遗弃的地方 好像代表耶路撒冷一样 是主被拒绝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兼去罗马跟耶路撒冷特质的地方 就是又好像看起来是属于神的一个圣城 有那一个表面的一个名称 但是没有实质 那个实质却是一个更像罗马的一个实质 好 那第九节说 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那住在地上的人 这个住在地上的人 在启示录里面 当然主要就是指不信主的人 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会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 成教 住在地上的人受痛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 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在当时 嘉南的文化也好 在当时的 中东的文化 明显的是对教会的公开的羞辱 或者说对死者 公开的羞辱 那在这边死者是两个见证人 指的是教会 很明显的是对教会公开的羞辱 在那一段的时间 那这里明显 其实是讲到主要来之前 就是教会已经成就了 神所赋予教会的计划 那教会就会被公开的羞辱了 好 那么在诗篇里面 讲到圣殿 讲到耶路撒冷成为荒堆 讲到这个圣徒 把你的仆人的尸首 交于天空的飞鸟为食 把你圣民的肉 交于地上的野兽 就是讲到 有一个时候 圣民要被糟蹋 被蹂躏 被杀 被羞辱 会有那样子的一段的时间 那前面又讲到 教会做什么事 可能叫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苦呢 我们回过头来想 前面讲到了那个降灾的问题 他曾经描述教会的权柄 像伊利亚 像摩西一样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 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 并且他们有权柄叫天 避色不下雨 又有权柄叫水 变成血等等 有这些的权柄都会叫人受痛苦 但是今天我们显然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们在想 这一礼一定是指另外一种的 不只是身体上面的痛苦 我想在这里多半是讲到 在灵里面的挣扎 在灵里面的挣扎 就是教会所传的福音 就像五旬节那一天 彼得的圣殿里面 他讲的那一篇道以后 当场的人就觉得扎心 就觉得扎心 那人的痛苦就在于 里面肉体跟情欲 拦住人脱离肉体跟情欲的控制 去归向神 那这个是一种的理解 是一个角度的理解 大概不是指肉体的一个受苦 那最后讲到两个见证人的复活升天 我们相信这个描述 使我们理解到 他们的升天 就是审判的开始 这两个见证人 教会的复活升天 其实就有可能 就是被提了 被提了 被提了 然后就开始审判了 就是好像我们在空中迎接主耶稣 迎接主耶稣的时候 之后就要审判了 所以11节12节这么描述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 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甚至害怕 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 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 他们复活了 然后就上了天 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 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 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 与天上的神 那么在这里 我们回想到主耶稣 在受难之前 对门徒们所讲的 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以及对他们的勉励 所以在最后晚餐 最后晚餐之后 去克西玛林园之前 主耶稣对门徒说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再见 我说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哀嚎 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后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富人生产的时候 就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 事实上生了一个人 讲到有一个新的创造 讲到新的创造 可是在新的创造之前 旧的创造 面对审判要毁灭的时候 人的心 就是 属神的人 心里面是非常的忧愁 但是地上的人 反而是很喜乐 是一种 可以说是很讽刺的 一种的现象 但是在先知书里面 尤其先知以赛亚书里面 多次描述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 心里刚硬的 不将荣耀 就是说 不认识主的人 心里非常的刚硬 在要面对审判之前 还是非常的骄傲 还是只是贪图享受 还是奢华 艳乐 一点悔改的心都没有 认为人 一定有办法 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不愿意依靠主 不愿意悔改 那么 在那段的时间 其实信徒也是 特别的苦的时候 因为 一方面 因为 在那个灾难里面 圣徒与当时那些人 一同受苦 可是灾难一旦 结束审判 要降临的时候 人就要被提 就要 就要 刚才经文里面所讲 你们上到这里来 你们上到这里来 好 那么在 20章那里 提示录的20章那里 进一步讲到 复活以后 要发生的事情 他讲到说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 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一些 因为 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知道 被斩折的灵魂 而那没有拜过 寿与寿相 也没有在 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做王 一千年 好 那两个见证人的复活 就是 好像 很明显的 这种的描述 是一个新的创造 我刚刚讲到 这个 富人生产 就很强烈的一个 创造的一个语气了 好 那 所以尼格迪姆才会问 怎么样进入母父 主要是在告诉他 新的创造 跟原来第一次的创造 是不一样的次序 不一样的方式 不一样的次序 好 那么回到 创世纪二章七节这里 耶和华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第一次的创造的时候 一个人被造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那么亚当下挖之后 人在被造就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从亚当下挖出来了 那他们的复活 两个见证人的复活 显明显的 明显的 象征着 神所应许的拯救 就是新的创造 大家可以看以西节书 37章 复生那个意象 讲到那个气 那个气吹入窥骨里面 人就活起来了 人就活起来 是一个创造的一个预表 是一个预表 在这里第二节 说他使我从骇骨的思维 经过谁知 在平原的骇骨甚多 而且极其枯干 然后第三节说 他对我说 人子这些骇骨能复活吗 那第五节第六节这么说 主耶和华对这些骇骨 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 加上金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复活了 你们便知道 我是耶和华 然后接着这些事情就发生了 第十节这里说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骇骨 骇骨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主对我说 人子这些骇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说我们的骨头骨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我们灭绝静静了 所以呢 在先知以西节 我们知道先知以西节的背景 就是以色列人被巴比伦 要辱到巴比伦去了 被尼布蒋尼萨 辱到巴比伦去了 那都得要离开圣城 圣城圣殿整个被毁了 所以就好像绝望 绝望了 但是神就要借着先知以西节告诉 以色列民说 有一天他要让气息 就好像气息进入枯骨一样 他的百姓还会再兴起来 还会再兴起来 到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 看到人都害怕 刚才讲到教会好像就死掉了 就没有 就像以色列当年上成圣殿被毁 然后以色列人就被带到 或者说仅存的以色列人 被带到巴比伦 原来北国在撒玛利亚的这些以色列人 混居的被亚述给毁了 给灭了 就迁居到很远的地方去 甚至远到今天的伊朗 就是到亚述帝国 就是根本看不到这个恢复的可能 又不许他们再回到迦南地 那后来的巴比伦又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把耶路撒冷人 把犹大人全部赶离那一个地方 不让他们住在迦南地 那看起来好像神的百姓 已经都被带走了 绝望了 都带到各种的民族文化里面去 等于是要消灭他们的信仰 要消灭他们的身份 看起来好像以色列就没有了 教会会有一段的时间 好像就是那个样子 好像在这个地上已经没有教会了 或者说你看不到有教会的聚会的存在 你看不到有教会的存在 可是呢 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以极节先知讲到说 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等等你们要活了 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就我要恢复你们 我要恢复你们 那我们先插出去讲一下 这两个见证人的升天 跟主耶稣有什么类似的地方 他们就架着云上天了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就好像描述主耶稣升天 他升天的时候 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描述说 主耶稣升天的时候 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那他们升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地大震动 曾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并不表示说他们就悔改了 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震动嘛 是不是 那么这个圣殿的布曼 从上到下列 有一两半 然后就是天都黑 但是人并没有因此 就相信 就归向神 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说 他因为恐惧呢 就承认 这神 很厉害 承认 这个神很特别 但是里面那个心并没有悔改 并没有悔改 我们要了解到 就像主耶稣被定十字架 那个时候的犹太人 他们是什么时候悔改 是听了 彼得 正道以后才有悔改 并没有因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让他们想到主耶稣先前 尤其是在耶路撒冷 所讲的那一些道 而悔改 没有 那些人没有 好 那这里讲到地大震动 地大震动 常常是神 让人的心 就是 起很大的震撼 而能够注视在他身上 的一个作为 常常是他降灾的时候 的一个表述 降灾的一个表述 那两位见证人的复活生天 和神降的灾带来什么结果呢 他们归荣耀给神 刚才我解释过了 好 那插取二 从第十章到第十一章 这两章 插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其实呢 在这里讲到 这些事情的发生 就像当年 这个 以色列招亚述的攻打 犹大招巴比伦的攻打 一样的都是神 要人 悔改 知道说他是掌管时空的神 知道他是掌管时空的神 但是呢 人的解读是正好相反 人的解读是 你都保护不了你的百姓了 你还 好意思说 你是他们的神 这是先知 那时候所发的信息 说你们不要看 耶和华神现在没有作为 就以为他没有能力 他的这些的作为 他是在宽容 他是在宽容 所以也不要看到说教会没有 好像传福音传了半天 没有人信 就是教会没有能力 这一段的时间 也是神的宽容 主所应许的上位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 inaction不是表示 unable 这个inaction 并不表示说 没有能力 没有动作 不是表示没有能力 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 不愿有义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呢 有圣灵降临在教会呢 要教会到地级去做见证 到地级去做见证 那么有一天呢 主要从天降临 会有呼叫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声音 有神的号吹响 那么在基督里面 死得的人必先复活 所以这些的插曲 描述地上的灾难 要表述的一个中心信息 是讲到说 即便就是在宝座前 即便知道说审判已经定了 要下来了 神的心还是希望 众人能够得救 万人能够得救 所以在地上 就还是这样灾 我有借着这些的灾 希望借着这些的灾 让人的心醒悟过来 说人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太多了 人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居住的环境 居住的条件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作为 我们的气息 都在乎神 这些的灾难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是这样 所以需要教会伴随着这些灾难 把信息表述出来 神不只是降灾 神在降灾的同时 他宣告信息 让人明白这些的灾难 为什么会产生 所以不论是摩西那个时候也好 还是先知以赛亚 以西节 耶利米 大伊利的世代 尤其是先知以赛亚 以利亚 以赛亚 这一个众先知 都是要告诉老百姓 为什么这些的灾难会降临 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能力 而是因为 他希望人从这些的遭遇里面 醒悟过来 说人 没有可能搞定一切 所以人也没有可能救赎自己 就是要人能够明白过来 唯一能够救赎的 唯一有创造天地的神 因为真正的救赎 不是叫我们避免灾难而已 真正的救赎 是叫我们胜过死亡 真正的救赎不是胜过灾难 真正的救赎是胜过死亡 所以地上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假神 能够成就这件事情 唯有神能够成就这件事情 这是从初埃及一直到现在 从摩西到历代的先知 到历代的圣徒 到现在的教会 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灾难的同时 把这个信息传出去 传出去 所以回到刚才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以教会今天要祷告 让上帝降灾下来吗 我想降灾下来是神已经定的旨意 在启示录里面已经讲这么清楚了 七印七号七晚还有个七雷 都是讲到灾难要降下来 那所以并不是表示说 我们大家在祷告会的时候呢 求神让饥荒降临 让地震降临 不是这些本来就要降临 本来在神的旨意里面就要发生了 那我们要祷告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祷告的是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智慧把信息传出去 就是这一些的灾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我想我们这样子来理解 应该比较全面一点 比较从神的整体的计划里面 来看到教会今天所承担的一个责任跟角色 所以这一章的结论 讲到殉道者也是教会的种子 教会必须要不惜代价的 来宣告上帝拯救跟审判的信息 他的拯救跟审判的信息 所以我们彼此勉励 真的是在这末后的世代 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息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呢 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就像那个 努文 卢云 当年 对今天世代的基督徒影响很大的 一位灵修神学家 卢云 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 讲到主耶稣所面对的三个试探 讲到今天教会面对的试探其中一个就是 try to be relevant 我们希望说 我们所传的信息呢 都是 今天 的人 在生活里面 所能够联系的上的 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所联系的上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试探 为什么呢 有些时候我们太注重这个relevancy 我们反而把主要的信息给忘了 因为当我们讲到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呢 一般的人 有些不信主的人 他会觉得离他很遥远 离他很遥远 他所要知道的是 我今天要怎么样找工作 我今天家庭关系这么紧张 我要怎么来解决 我今天有些什么缺乏 我要怎么样得到满足 想到的总是今生的问题 但是教会要传的是一个永生的问题 那 教会会不会面临一种的试探 就是我们end up 我们所传的信息 都是在强调今生 问题要怎么样来看 怎么样来解决 而越来越忽略的提到 神的审判的信息 因为最后呢 其实最重要的信息是 神要拯救 而神拯救的条件 就是我们要悔改 在审判之前 我们要悔改 因为审判来了 就来不及了 所以今天的经文 其实好像画了一幅图 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处境 其实是蛮艰难的 教会的处境在每一个世代 都是很艰难 那当然我们看到 好像中世纪的教会 好像真的就是像 这两个见证人 有很大的权柄 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像是描述那样的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也承认 有一段的时间确实是这样 那我在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 我好像里面也有一个提醒 就好像摩西他也有犯错的时候 他有不完全的时候 甚至他犯了一个错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进应许之地 那以利亚也是一样 他也不完全 他向上帝埋怨 他甚至软弱到想要求死 要寻死 他不想活了 你取我的命算了 我比不上我的列祖 你干脆算了 取我的命嘛 是不是 摩西跟以利亚 都有很软弱的时候 都有得罪神的时候 教会也是类似 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忘记 我们的使命 我们跌倒的再站起来 我们要记得 我们在这世代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所承担的责任 我们彼此勉励 彼此勉励 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权柄 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权柄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祷告其实好像 神给我们尝到一种 从祂而来的能力跟权柄 我刚才讲到说 神创造是用祂的话语来创造 所以神的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 那祂给我们祷告的这个权柄 有很多方面的 不是说功能 功能讲了有点像功利主义 就是说有很多方面的一种的彰显跟表述 一种的彰显是亲密的关系 祷告应该带来很亲密的关系 就像对话 带来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如果我们跟神的祷告像公司的同事在开会一样 那就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 可是你看诗篇里面的祷告 不是那一种同事的关系 而是那一种很亲的家人的关系 那一种的 这种把心里面掏心掏肺的说出来 然后对神的心意有一种的理解 有一种的领悟的那一种的关系 那不只是这样 祷告也给我们尝到一种权柄的这一种 可以说是滋味吧 我们心中所期盼的 借着祷告向神来述说 神给我们就有权柄去做 刚才讲到这个橄榄树的那个意象 就是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 那教会要有能力 必须要有圣灵在我们中间 给我们能力充满我们 我们才有能力来传这信息 那不但是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 我们从启示里面看到教会 要如同主耶稣基督一样 受苦要受苦 那么在受苦的环境里面 就如同先知所宣告的 神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那我们就想到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那里 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 并不是说事情都会顺心如意 并不是说事情都会心想事成 而是说即使是在遭遇极大的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挂虑 因为忧虑不能够解决问题 反而是只要将你心里所要的 借着祷告祈求与感谢 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主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就讲到那个粮 那个成对不对 讲到保守 讲到保护 神会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的mind 叫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盼望 叫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信心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 不要轻看祷告 祷告是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 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来运用这样的一个权柄 操练这样的一个特权 因为这是在末后的世代 我们绝对必要的一个装备 好 今天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讨论或者分享的有没有 那我先把这个 把